短时间意思提不上去 又想要带飞队友 这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作为一名教学博主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低分段同水平的基础上 只要你在装备和名文的理解上告别人一个档次 在对线上就很锐奇的优势 成为实现单点突破 所以我们这一期不做任何意识上教学 单单讲一下出装这个东西 赛季末最高都在2000以下排位在87以下的 我觉得这一期都可以看看 你到时候觉得有用码能去提升了自己吗 可是没有用呢 顶多就是稍微浪费一点点时间 然后滑走就行了 东西都是很基础的 但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哥你要是提前就知道了呢 那我也求你别骂我 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博主 很多粉丝想看 我就做了这一期 我们先讲重点 在不同情况下 阿迪的出装选择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用的都是同一套 不可否认的是常规出装上线就是最高 也是目前主流出装 其他出装肯定也有他的优点 有他独特之处 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好 那请参考法球的敌人节 好 我们连归正传 那如果像对线哥亚鲁班那些英雄 那我们就布甲出门 然后做布甲鞋 接着做漠视 如果对线像马可狼狗 甚至说爱琳这些比较弱的英雄 那我们怎么样就直接卤漠视 但是卤漠视是有顺序的 一定是速击之枪加雷鸣刃 最后再补什么 补一个吸血刀 然后再去做漠视 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粉丝出装他都是错的 他直接是怎么做 要么就是裸一个吸血刀 要么就是出了刺激之枪之后再做吸血刀 那你这样收益是很低的 当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你像引刃这些出装其实也是有选择的 一定是优先做狂暴双刃 再做刺激之枪 最后再合身引刃 像无尽也是一样 做把铁戒怎么样 做个充能拳套 然后再做无尽 基本出装都是要讲究的 不能说你都乱点 做破晓也是同理 我们优先做穿云弓 再去憋出一个大破晓 猪日之功也是一样的 不要再做充能拳套了 你卡格子卡牵 你做一个速击之枪 这样是最好的 如果对面不是特别肉 我们可以优先做猪日 然后最后做一个小穿云弓 最后憋破晓 或者说你做斧头 都可以 这个是你机选的 另外有蛮多人其实习惯铁剑出门 这里我不建议 因为你如果做铁剑出门 对线那种对线很强的 你到最后面还可能要补不假鞋 那就很卡格子 卡时间 而如果说你对线很弱的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做漠视呢 所以我只推荐你们这两种 要么你就不假 要么你就出匕首 只有这两种 要么别漠视 要么别不假鞋 消耗多突进墙 做血刀 既有500滴血 又有墙的回复 肉特别多就直接出破军 最后我们逐日换什么换复甲 这是阿里的出装 明文是一套常规的12系 我觉得用起来非常舒服 你按我的出装顺序 在小鞋刀出来的时候 你就有不错的续航表现了 同时在团战中的回复能力也很强 第二个呢 是我一直在用的直风暴击流算了像出装 我也不说我自己是这个创始人 我只想单纯给兄们分享 毕竟我是做调学的 我不是搞出装的 单纯是因为兄弟们对我挺好的 你们点赞啊 然后推荐什么的 我都能看到 确实帮我做了很多数据 所以我把一些我觉得很有用的东西 就分享给兄弟们 谢谢兄弟们帮我这么多 谢谢 这个出装好在哪里呢 好在竹风骑士和双翔蛮贴切的 包括他攻速所带的手感非常非常好 我们等会和那个 呃按战斧做不对比 其实你们就会发现他的利弊之处在哪里 顺序的话按我视频上面的这么出就行 甚至你可以再出完无尽后 如果对面特别肉 直接补一个串运弓 再去做宗师 不能直接别破晓 直接被破晓的话 那个效果差了 很多 然后如果你们家团队非常缺输出 你又想做七剑神装 那竹风一定要换一刃 然后把鞋子卖了换破军 对于孙上香来说 七剑神装 那个竹风是一定要换破军的 我也不跟你们讲什么理论素质啊之类的 我是一个实践派 我是一个教学博主 我只是把我认为好的东西分享给你们 实践出真挚 这些东西都说经过我实践的 所以你们这些套就可以了 同时 这些上香的一技能强化平A加上附带的平A也非常契合竹风的被动 加上它的攻击方式 可以完美的将竹风60%的攻速都利用上 而且你做竹风不用担心被卡攻速的同时 你的鞋子还能随意选择 你出暗影战斧基本都得补攻速鞋 后期如果不卖鞋子 我竹风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用再卖装备 你出暗影战斧 你还得卖掉换一刃 所以你出竹风就相当于用500滴血 换来了巨额的攻速 至于冷气缩减 我A的这么快 难道我的一技能还能比你慢吗 而且鞋子你可以随便选 同时手感上的提升对你保命其实也有帮助 当然 手感上的提升我都不用多说 我再举个例子 别人甚至初见守护者之凯 如果你做老竹风 他都能卡死你 他都不用做不相征兆 因为老出装你不到7000块 也就是不到接近后期 你根本就没有攻速加成 但是我第一件就出竹风代替斧头 我根本就不用担心被你卡攻速 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个出装的 到时候你觉得不好用 再用回老出装就可以了 如果你实践完觉得好用 那就麻烦你给我点个关注 或者点个赞啥的 可以吗 兄弟 谢谢你 最后我们说说名文 其实名文的话是一套很常规的老名文 正如我之前说的 我不是一个出装博主 所以这些东西我没有怎么研究 但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开发 我们就无论分高还是分低 咱们一起讨论讨论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最后谢谢大家关注我啊 因为我看到那个视频其实蛮多人帮我做数据了 我这边后台其实就是看到的 真一谢谢大家 真心的 所以我作为一个教学博主才出了这样一期视频 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合适服类类的 但是呢 这个确实能帮兄弟们提升自己玩受责的胜率 所以呢 我还是出了 好 这一期到此为止 我成呆 兄弟们下期再见